最近,有一类疾病也因为价格问题,逐渐受到公众的关注,即血友病,这是一种罕见的出血性疾病,该病是由于基因突变,阻碍了血液的正常凝结。 专注于研究处方药成本的哈佛伊学院教授JerryAvon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财宝时表示,血友病市场的特点之一是竞争非常激烈,但价格却并没有下降,原因在于,企业没有降低价格的动机,而患者一般也不会退缩,因为保险公司支付了大部分费用。 另外,保险公司也往往不会退缩,血友病药物虽贵但市场规模较小,由于血友病患者极度脆弱,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危及生命的出血事件,血友病药物就成为了一类挽救生命的药物,没有哪个保险公司愿意因为成本,不顾及患者死活而登上报纸头条。 而在制药公司方面,由于整个血友病市场药物价格普遍很高,也没有哪家公司愿意成为第一个降低要价的公司。 因此,这些制药商通常不是在价格上竞争,而是在临床或一粒如药物作用的持续时间方面竞争,以及通过密集营销,获取潜在的患者池。 在20世纪90年代,出现了利用虫组DNA技术,在动物细胞生产人类凝血蛋白,但也面临着很大的难度。 例如,拜尔在加州伯克利的生产血友病药物Cardinate的工厂,当满负荷时,每年也能生产不到了一磅的凝血因子。 这些凝血因子用其他成分稀释后,被用于80个国家数以千计的血友病患者。 2018年6月,美国FDA受理了罗氏心型血友病药物Hemilbride Emesis Omed KXUH,第一份不充生物质品许可并授予了优先审查资格。 该Sprer申请批准Hemilbride用于体内被产生因子为AE制剂的儿科及成人A型血友病患者。 该药最初于2017年11月或批用作常规预防药物,预防或减少体内存在因子为AE制剂的A型血友病儿童及成人患者的出血发作频率。 在欧盟,该药于2018年2月,批准了相同适应症。 Hemilbride是一种稍特异性的因子X和因子X导向性抗体,自在将因子X和因子X聚集在一起。 这是激活和恢复自然凝蓄过程所必须的两种蛋白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